都已经退回来了 一大箱手工饼干价值2000多元 原本以为接到大客户 没想到竟然是遭恶作剧订单 然后就打电话给客 给收客 然后收客是说 他是被恶作剧 他也很困扰 一查才发现 原来订购人师小姐也是受害者 被人恶意冒用名字进行网络下单 刻意选货到付款 在鸡排店叫了2700人的诈物 还订了2万人的床垫 水肥车也叫了四趟 甚至连零骨塔保险都有 加上全家人都吃素 对方还点了各种婚食 让受害家人不堪其扰 到底招谁惹谁 每笔订单都冒用女儿的名字 家人怀疑是遭到儿子的前女友报复 两人交往半年多 原本论及婚嫁 结果被女儿发现破绽 对方不只欠债 还有40多件的官司缠身 两人四月份分手之后 五月就遭到冒名下单 怀疑不单纯 有欠厂商的员工的 还有包括他诈欺 诈欺人家的保险费 还有诈欺人家的投资 对店家不捨 尤其是食品 尤其是国外的 是因为我们的关系 去影响到别人 网拍店家订单一百七十余笔 实体店家订单五十余笔 四类恶意的契单 弹调相关网路IP资料过滤清查中 受害家人在领书公告 提醒店家多做确认 以免上当 但是恶意冒名契单 恐怕也会触犯诈欺罪 警方掌握了IP资料过滤 全力侦办中 继续人蔡队 赖文中吴国一 张华报道